今集帶大家去深圳龍華洪山玩兩日一夜 不用600元就可以入住萬豪旗下Moxy酒店 一落樓就是洪山6979 當然要去俄課雜市看看有什麼好東西買 第一次見到生命之水 晚餐就吃一間我想吃很久的盧端燒 看看魚燒得多漂亮 還有個海膽熱狗 有幸參加了酒制 萊雪的茶原來每晚做賣一送一 照機全城吃薑汁壯奶 原來洪山那麼適合兩日一夜 快點跟我一起玩著深圳洪山啦 大家好 我是綠他 星期六日的福田和羅湖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我近期都會想一些兩日一夜去遠一點的行程 住一間漂亮的酒店 逛逛商場吃點好東西 今次就選擇了來龍華區的洪山 大概坐了25分鐘 我們就由福田的口岸來到龍華洪山站 記住是坐4號線往牛湖方向的 今天整個行程都會圍繞在這個站 其實一出了這個地鐵 出面已經是我們今天要去的商場 和要住的酒店 我也想了這個行程一段時間 上一次帶大家去南山的前海 大家都很喜歡 這次又是一個遠一點的地方 不用大家在福田和羅湖那邊 有時候想星期六日 不要那麼迫的 基本上出A和D出口 已經可以我去到我們今天想去的 洪山六九七九商場 出去吧 拍一拍我們今晚會住的酒店 那D出口出來了之後 看到嗎 Moxie 其實就是萬豪旗下一個比較 青春活力的品牌 我們今晚就會住那間酒店 出了地鐵 基本上走了幾分鐘 就到我們今天入住的Moxie Hotel 這個名字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 我認識它第一次其實是在大阪 大阪也開過Moxie 當時我是不捨得住的 因為千多元一萬 其實它是萬豪旗下一個 比較年輕的品牌 走的就是這個工業風和科技風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我們進去看看裝修就會知道 那講一講酒店的設施 現在我站在的就是一樓 一樓基本上就有這個洗衣室 洗衣機和這個的湯豆 上到三樓就是做Check-in 就會見到有酒吧 Moxie廚房 即是吃東西的地方 會議室 圖書室 遊戲室 以及健身室 去到酒店的5至10樓 就是客房來的 整個裝修都是走這個工業科技風 感覺真的很年輕 和我之前介紹的那些低調奢華風 完全是兩個風格 入住的時候 酒店就給了一張小飛仔 我們就有兩杯的 Welcome Drink 我們就選了這杯無酒精雞味酒 試一下這裡的特調 乾杯 哇好清爽啊 不告訴你什麼味道 自己過來試一下吧 老規矩啦 酒店的Room Tour 就留回今晚才做 現在當然是出去看看有什麼好東西買好東西吃 一落酒店已經可以直達6979商場的啦 這裡還有香港人很有興趣行的 俄貨雜誌 俄羅斯國家館 我們進去看看有什麼買 我看好像是酒、蜜糖、朱古力那些比較多 進去擺一下 這個貨架的朱古力全部9個9 我看見那些小朋友是愛不釋手 挺好啊 我看它有分%的 如果不是吃得那麼甜的大人 都可以減回90%的 好啦 我是一個會被包裝吸引的人 這個挺有趣的 外表好像俄羅斯娃娃的 其實是一個威化餅來的 29.91包 這個好像聖誕老人的罐好有趣的 一個人頭的樣子 你看到嗎 巧克力糖 29.91盒 我看它現在都很大進步了 比起之前來到 大家都不知道 看俄羅斯文是怎麼看的 現在開始有些中文了 嘩 這一罐花蜜會不會太便宜了 這麼大 只有69.9 這罐是 蜜蜂港 手拿筒 雜花蜜 雜花蜜一向都便宜一些 但是它也真的太大了 其實那些產品 我自己覺得都挺像歐洲的 因為你看到這些是焦糖餅乾 朱古力餅乾 其實我們平時看到的 歐洲貨品都會有 19.91包 這個有點興趣 會不會有人經常都會喉嚨不舒服 這個就是蜂蜜含片 但是加了櫻桃味 我發現他們很喜歡加沙戟的 這個是沙戟味 那就19.91盒 老實說 現場我看到大家反應都很熱烈 很多人買 因為俄羅斯是很盛產穀物的 那麼多了的穀物就會拿來釀酒 原來俄羅斯都是黑土釀來的 黑土釀的好處就是 你不用怎麼理它 這些農作物都會絕壯性 我竟然有幸在這個俄羅斯超市裡面 看到這個波蘭產的生命之水福特加 那這一瓶水呢 其實它已經去到96%的酒精度數了 如果大家知道 醫學用的酒精都是75% 已經是堪稱世界上最高純度的獵酒 那它的製作過程都蠻厲害的 反覆蒸餾了70次 才可以做到這麼高的度數 如果平時就這樣喝當然不行 要麼就要混合酒 另外就要加冰才可以喝 不然就會灼傷你的喉嚨 這裡還有一些格魯吉亞的紅酒 那些瓶多漂亮 每一個喝完都可以放在家 當作是一個裝飾 這裡還有魚子醬買 這麼便宜的魚子醬 29.9%而已 有200克 媽媽很喜歡吃沙甸魚的 這裡就有一個辣椒油浸沙甸魚 買一罐給她試一下 19.9% 朋友很想試一下俄羅斯的牛肉 就看到這個罐頭 左邊的39.9% 右邊的36.8% 它的成份有牛肉 洋蔥 食用鹽 黑胡椒 月桂葉 都比較簡單的 沒有放防腐劑 因為是罐頭來的 另外就買了這個南瓜籽 因為南瓜籽對眼對腎都好 剛才是店員跟我說的 那就是俄羅斯製造的 買一包回去試一下 最重要是什麼 剝散殼 一打開就可以吃了 這個鹽都不錯 它是低臘的 9.9%就有一包了 可以預防高血壓 以及保護心血管 也有出咖啡膠囊的 59.9% 應該是10個了 這些 很多咖啡粉 49.9%至39.9%都有 我看見這個是近期的熱燒商品 因為它是面膜 對於面膜 其實我是比較 怎樣說 開放的態度 譬如我去泰國旅行 我都會試面膜 去日本也會 挺有趣的 19.9%一包 它有寫明的 綠色是緊緻的 黃色是水暖的 水暖得很需要 另外就是駝色控油 我還看到有些舒緩 清潔 滋養的 最後買了179元 牛肉罐頭是39.9% 南瓜籽人是49.9% 蕨蜜糖是39.9% 朱古力全部都是9.9% 另外還有一罐沙甸魚 就是19.9% 這裡還有CGV影城 剛才我看過了 票價大概50元 來之前已經可以在小程序買定票了 今晚我們選了在藏漢十酒 這間炭火居酒吃東西 你看看 它跟我們住的酒店多近 今天就是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進來晚市的時候 已經座無虛席了 如果可以的話 記得選擇吧桌菜 其實我一開始選擇這間餐廳 就是被這個爐吸引的 你看到上面插著的 其實是吾魚來的 要放在這個900度的備長炭 旁邊燒 其實一定要選一些油脂極高的魚 其實吾魚就是油脂比較高風型的 所以燒完之後 它才會繼續外脆內亂 如果選一些油份不夠的魚 其實很大機會燒到出來 會變得又乾又柴 另外那個玉米我都選了 因為其實這個玉米 是來自雲南的冰糖玉米 店家都跟我說 說它其實都用了不同方法去煮過 發覺原來都是放在這個 備長炭燒 效果是最好最甜的 看看我們最後選了些什麼 雞皮 基本上每次都點了 因為燒脆的雞皮真的很好吃 我們少吃多滋味 然後就紫蘇腿肉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吃雞腿肉 加上我最喜歡的紫蘇葉就更加正了 然後另外也想試一個乳筋肉 就是用雞翼來做出的肉 刺筋肉我比較少見 所以我這次都點了 鮑魚牛辣條 另外還有 今天真的厲害 因為我旁邊的人生日 我要送一個超夢足海膽熱狗給他 為什麼不知道他會否好好地請我一口 另外因為剛才是吃魚 比較多海鮮 我們就選了一個大淫養的 138元 慶祝今天他生日 還有冰糖玉米 炭烤蒲蠻 吾魚 毛花果沙律 還有人氣鵝肝壽司 留意了 每位會收一個5元的茶餐 兩個人今天就吃了700多元 但其實如果想吃得經濟一點 兩個人可以選擇這個盧端燒的雙人餐 裡面其實都已經有一條吾魚了 剛才我們說了這麼久的 鼻腸炭烤的吾魚 在這個餐裡面已經有了 另外就有煙燻蘿蔔座芝士 做一個前菜 還有刺身可以二選一的 選真雕或者紅酒和肝 盧端燒就是剛才我說的吾魚 烤蜜就有鐵板一口牛 另外就有蔬菜二選一 這個雞蟲菌我近期是很喜歡吃的 露筍也是我喜歡吃的 菜那兩個給我選 我都不知道選哪一個好 主食就是一個牛肉炒飯 你不要看它是一個二人餐 它還會有酒的 如果大家喜歡喝梅酒或者啤酒 這個餐裡面都可以選擇的 還有甜品 一個抹茶椰奶布丁 另外就是包著茶 這個我自己都覺得很划算 其實三百九十八元 大家都可以選這個 這裡的雞全部是用新鮮雞的 有兩位師傅每一天去穿的 這個是無花果沙律 其實我是很喜歡吃無花果的 但是要買新鮮的無花果 真的是要撞手臣的 這裡的無花果看得很新鮮 然後上面就配了這個 鹹鹹的西班牙火腿 再加上芝士和沙律菜 一看就很開胃 我們嘗嘗無花果和西班牙火腿 夾著芝士的沙律 無花果很鮮甜 然後西班牙火腿就帶一點鹹香 所以夾著芝士的口感真的非常豐富 我立刻覺得整個人都開胃了 魚來了 燒得超漂亮 聞到魚香味非常重 另外因為已經加了鹽了 其實就這樣吃都可以 不過他都配搭了一個柚子醬油給我們 聞下去是很清新的味道 其實一條這麼漂亮的魚 我應該帶這個食魚達人來 你知道誰是食魚達人嗎 就是他媽了 如果我今天吃過好吃 我下次一定會帶他媽過來的 哇 外面很脆 裡面應該還是很嫩的 先試一口 我先試原汁原味 這個骨是超脆 但是燒得很好啊 魚還是汁的 哇 很好吃啊 我這一口吃不到有骨 這個很好吃啊 先喝一口清酒 哇 人生一樂也 我下次一定要帶他媽過來 然後我就試那個柚子醬油 好清新啊 好 乾杯 聞一下先 聞下去呢 其實就是花果清香來的 其實很適合女生喝 即是我 那 那個味是開頭有一點點辣的 但是呢 其實那個感覺很快就會過的了 是清清的 去到最後 所以我才拿來搭魚 因為魚呢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吃鮮的嘛 喝這個大人釀就剛剛好 好 嘗嘗鰻魚先 我就打算拿我 紫蘇葉包一包 我先吃一手了 紫蘇葉包著它 表面真是笑到照照照照照照的 但是肉是還有汁的 好厲害啊 你那些鰻魚呢 還處於一個嫩滑的狀態 我喜歡它呢 醬汁不會太鹹,加上紫蘇葉,我覺得整個調味是剛剛好 有沒有人吃鰻魚肉扒骨呢?不用怕,沒什麼骨的,而且骨都可以吃 試一下粟米 看了我的影片都知道,其實我很喜歡吃粟米 它這麼甜,它甜到好像加了蜜糖 我平時比較喜歡吃糯肉米,因為甜度高 它這一隻是爽脆的粟米,甜度真的很夠 可能這樣有點誇張,我甚至覺得它可以當甜品吃 每到晚上8點,這裡的盧端蕭師傅就會舉行一個酒制 他們會做一個儀式,然後分酒給店舖的客人 如果你想喝酒的話,他們就會針給你 來吧,來吧,來吧,來吧 來吧,來吧 來吧,來吧 然後他們就會把酒倒進鼻腸炭 嘩,我馬上聞到一大陣酒味 完美 然後師傅就會把酒給客人 你喝不喝? 很緊張,我要伸手出去 謝謝 用我僅有的日語,去跟師傅說了一句 謝謝 多漂亮 這個鵝肝是用天婦羅的做法,香很多 下面搭配了一個芒果,通常吃這個鵝肝都會配一個水果 其實都是為了減利 這個做法是這間店首創的,深圳都沒見過 好,這裡很貼心,還提供了這個手套給我 上面有一塊紫菜,然後夾著它 我吃了 你看,包汁,大家有沒有看到 鵝肝很香 因為它表面是天婦羅的炸了一點 但是裡面還是很嫩 加上芒果,甜甜的 這個組合真的很特別 哇,好滿足,真的很滿足 紫蘇雞腿肉來了,我很喜歡吃紫蘇的 這次就配雞腿肉,就是整隻雞最嫩的部分 另外,中間它還搭了一點點酸梅醬 這樣就會酸酸甜甜更加開胃 為什麼我不停地強調開胃呢 因為天氣真的開始熱了 哇,很嫩滑的雞腿肉 看到醬汁嗎 咬下去是爆醬汁 好,那我們就試下一個新鮮鮑魚牛辣條 這個是鮮鮑魚來的 哇 炭香味很濃 鮑魚也很彈 中間夾著的應該是辣椒 哇,好惹味 哇,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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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辣真的要小心 因為真的很辣 老闆說我們很幸運 剛巧吃了一隻 很充足陽光曬過的辣椒 就變得很辣了 他說不是每隻都這麼辣的 大家吃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再吃這個雞皮 哇 超脆 哇,好像吃薯片一樣 哇,老實說這些油都逼出來了 你吃下去反而不會覺得很油膩 然後再吃這個刺筋肉 不知道它跟雞腿肉有什麼分別呢 相比起雞腿肉呢 這個會比較有咬口 完全是兩個口感來的 哇,他請了我吃一口 海膽很甜 咬下去很滿足 然後還有少少的魚子醬 有些鹹鹹的味 加上吞拿魚的口感 真的十足 剛剛店家跟我們說 乳筋肉已經沒有了 其實剛才我入座的時候 這裡的雞串是滿了的 但是去到大概 八點半左右 已經很多雞肉都沒有貨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吃雞的話 記得早點來早點點 不要緊 我們沒有了乳筋肉 就在點評那裡 點一個雪糕 這個雪糕真的要重點推介 因為你不同季節來吃 會吃到不同的顏色 譬如現在夏天 我們就會吃到綠色的葉 如果冬天的話 會吃到紅葉 這個葉子 其實每個季節 會用不同的蔬菜來做 譬如現在夏天 他就會用了 羽衣甘蘭 菠菜 山藥 和香芋 另外你會看到 雪糕上面還有些開心果碎 我發現現在香港人很喜歡吃開心果 所以我也很期待這一杯雪糕 好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開心果雪糕 先 整杯甜品都沒有額外添加的 所以吃下去感覺真的很舒服 試一下這個樹葉先 它是一個脆片來的 包上雪糕吃真的好吃 當一杯雪糕都可以做得這麼用心 這個其實真的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自己都會反思自己的創作上面 是否可以再用心一點 好了 吃完一餐這麼豐富的盧端燒 當然要去商場那邊逛逛消化一下 商場的夜繽紛現在才開始 對面的酒吧還在播出歐洲國家盃 下面的小朋友還在玩足球遊戲 我最近發現有某部分的耐雪的茶 有買一送一 晚上黑 買任何包都是買一送一 所以今天特意過來看 連這個耐雪草滿魔法棒都是 最重要就是拿了這個松松糊泥麻糬包 裡面有糊泥 外面有肉鬆很邪惡 很瘋狂 這個可可熔南軟土司都是16.8 那16元便可以有一個軟土司 再加上剛才那個護泥麻糬包 你真的吃得完嗎 你是不是吃得完 我朋友什麼都說吃得完 那就買了16.8 有兩個了 我覺得這裡可以包上宵夜和早餐 很誇張 看到附近有間召忌傳承 聽聞它的手沖功夫壯奶很厲害 還有這個雙皮奶也很出名 我就看到點評上面也有些優惠 就過來看看 我看到它的手沖薑狀奶其實也不貴 14元而已 然後雙皮奶就是15元 然後我看到點評上面也有些優惠 譬如想選擇芋頭系列的話 有三款給你選擇 有胡泥麻糬 低卡胡泥義蜜碗 汪汪湖見雪宴 都是15元而已 這個可以試一下 薑狀奶已經是撞好了 在裡面已經把薑汁撞到水牛奶 出來就要等三分鐘 這個倒計時器 你就要等它的沙流完 好了 看到嗎 三分鐘已經過去 我們一起打開看看真面目 已經完全凝固了 叫了小辣的 因為不知道辣的程度去到什麼程度 嘩 好漂亮 盈古德 先試一下 嘩 薑汁味很香 也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辣 是薑的香味 挺好 今天晚上的房間就是712 這裏的牆真的很帥 看到嗎 專長的樣子 拍一拍張床給大家看 床頭兩盞燈貫徹工業風 用黑色的設計 然後床頭就是一個啡色的枯筍床頭 左邊這個窗其實裝修都很特別 做了一個磨砂玻璃 電話很有型 不要看它的樣子這樣 它都照樣可以打到給前台 水有兩支的 不過剛才給我一入房就喝了一支 這邊就是一個比較簡易的mini bar 基本上我見過最簡單的 就有一個紅茶和菊花茶 另外就有一個小雪櫃 大家可以放一些自己的食物 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下面呢 還要有一個甲腕和一個磅 拖鞋都在旁邊的了 電視這一邊 就很簡潔的 沒有電視櫃 那部電視直接掛在牆上 我經常住酒店都說很喜歡那些開放式衣� 因為外面回來的衣服 可以不用掛入一個密閉的空間 那這裡呢 直接就做到13個掛勾 是沒有衣櫃的 另外這裡還有一張掛牆的椅子 還有一個行李架 開了出來呢 就會有多一張椅子 還有一個移行李的位置 另外近窗邊這個位置 就有一個書桌 還有我很喜歡一張椅子 如果我站有一個這樣的位置 給我一個椅子 剪片就好了 拍一拍酒店的景 給大家看 其實看到都幾開揚 因為旁邊的六九七九商場 起得都比較矮 好殊而知 一到街就已經是吃東西買東西了 很方便的一間酒店 一齊來看看棋缸 頭頂也有一個花灑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 手持的花灑多特別 中間是通空的 用黑色白色 撞到Sharking Pink 很乾淨很新淨 一齊來看看鏡子 都是用黑色來做一個裝飾 看到兩盞燈嗎 很有設計感 風筒和洗手液 都是用了Sharking Pink 另外我覺得洗手盆也很漂亮 我之前裝修也有考慮過做半身磚 因為其實挺有型的 這裡就是用了半身磚的設計 再看看這裡有什麼會配合的 牙漆、牙膏、基本配置 梳、玉帽和狐狸包 這間酒店還有一個很棒的位置 就是一出來就合馬先生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走合馬先生 帶一些手信回香港 你看看見到下面 很多人進去的口 就是合馬先生 這麼方便 我起初都知道在附近 但不知道方便成這樣 由於這條影片已經太長了 而合馬先生 我也介紹過幾次了 今天就不介紹合馬先生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你給個讚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可以留言給我的 我就更加開心了 下一集《深圳之旅》再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